新版型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新版型 梦魇霍心 然后梦魇大家的技能都知道 然后神职是首位蛊惑师 预言家和女巫 蛊惑师是属于进攻性神职 然后每天晚上可以蛊惑一个人 然后当夜如果蛊惑师死亡 蛊惑师蛊惑的那个人 会替代蛊惑师死去 然后由于这个神职技能太强 在我们大师赛这个技能 整局只能生效一次 只能生效一次 然后另外他还有第二个技能 是连续两碗蛊惑同一个人 那名玩家会死亡 这个是蛊惑师的技能 梦魇 梦魇和三长小狼 守卫 没猎人 对 有 没有猎人 没有猎人 蛊惑师是相当于 守卫蛊惑师预言家女巫 然后被守卫守护的人 是不能阻挡 蛊惑师被蛊惑的 但是如果守卫守住了蛊惑师 刀的那天 蛊惑师蛊惑那个人 不会替蛊惑师死去 就是平安夜 蛊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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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蛊惑师就技能 不生效 无法发动技能 他技能 他还能两碗射死一个人吗 对 他技能两碗射死一个人 连续两碗 如果中间空就不行 他技能连续两碗射死一个人 然后整局还有一次 可以让一个人替他死去的技能 有点太强势了 他那个技能处八 就比如说他晚上骨货了八 然后晚上是狼刀了我八 但是来帮你八单死 我会知道是因为我的技能导致八 对 那要看那个结算顺序 你你你这要判断 我会的 就是比如说 就比如这样子 第二天晚上八 我是骨货吃 我骨货了八 晚上狼刀我刀了 才八死 我不知道八是对我骨死的 还是他自己刀子的 对 你不知道 下一天晚上我 我再去刀骨货的时候 你不知道不会告诉你的 自己盘 对 这个技能生叫后没有 对 因为你还可以标记人嘛 对 你还可以你还可以继续标记 没说过 那可是他生死了 你不知道 死了就坏一个人 真的干 哎呀你骨货就跳就没事了 走会什么 他就是骨货手 你这干嘛呢 你死人的预言家可以抱验人 你也是干嘛 这个也是 对吧 你必须要 这个版型也是我们的冠名商 饭廊上的一个版型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在面纱做测试 如果有什么不平衡的地方 我们之后也会陆续改进啊 大家也可以看看饭廊上其他的角色 帮助我们多提一些建议 让大家争取 多看到一些新的有趣的版型 那我们最后一局马上开始 然后你们赶紧点到1200就可以直接看一届格式了 好吗 我给你们拖 拖拖30秒 够吗 点到1200大家就可以一起看一届格式了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版型 来 他们收手机了 快快快 趁这个功夫你们赶紧点赞 快快快 抓紧点赞点到1200就给你们看看 因为这是第一次正在收手机 因为是第一次这个版型 大家肯定一起看一看 不然实在是太烧脑了 对不对 够了大家也一起帮我们再点一点好吗 因为我们今天第十季 第一次开始 点到了给你们看啊 然后你们再入夜赛帮我们多点一点 好不好 我们毕竟第十季第一次表演赛回归 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大师赛 谢谢大家 拿到射梦人牌的是古惑师 来 请各位确认好身份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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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比较通透的 对吧 我们聊嘛 8号汉跳了今天 你觉得 对吧 你是一个预言家 他汉跳了 你告诉我谁让他跳 分析分析嘛 咱们聊一聊嘛 对不对 得有个我吧 是不是 我在你后置位 是不是 你的发言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先说 因为我是个好人 在8号起跳的时候 我就会看一下 大概谁会让他去起跳的这么一个结构 且一号玩家在你的前置位 你说你要去验穿他 一号玩家得发言好不好 你先说 对不对 你肯定不能直接打他是狼 所以你才能验 对吧 你才要验他 你二号玩家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你二号玩家 你挺高贵的 你玩狼人杀 是认为自己玩挺好的 三号玩家 这一票 站边 你还得学医 编手诗给人家 这不符合你的人设 最近所以说你最近练宗搞太多了 你整个人都就是每天凹各种奇怪的人设 你已经忘记了自己到底是什么 是谁了 我直接 大声喊你的名字 你不是那个1997年的 不是那个rapper 你叫王宝宝 好吧 所以你汉跳 你就好好跳 你不要去学一号那一套 你这不是完全就是感觉像 因为一号玩家说这样可以拉到票 那我也试一试 对不对 所以心态上不就是你 你很想要所有人的票 对吧 那我个人觉得三号玩家对你的反馈 三号玩家像个好人 好吧 我不占编你 我不是说要占编你 然后七号玩家 我觉得应该还行 七号玩家不是说要蛊惑师在井上跳 跳一下 说要给大家讲讲你的技能 那我尝试着跳一下 我是个蛊惑师 然后呢 我占编八 然后呢 蛊惑师的技能是 我如果今天被狼砍死了 我蛊惑的那个人替我死 如果说我两天连续蛊惑一个人 那个人死 然后呢 这个牌最怕什么呢 最怕孟严找到他 孟严如果梦了我 我就蛊不了人了 所以呢 我也有可能不是一个蛊惑师 我可能是个好人在剃骨或是被梦 反正就大概就这么个逻辑 我不占编二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确实觉得八号发言 你确实比二要好一些 这是一 二是我实在够不成能拱着你一伙 让你来汗跳的那个结构 好吧 这是二 还有就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王宝宝最近状态不太好 过了 那发言上面你是狼 好吧 从发言上听你像狼 因为你不是那个拱拔的 那其实你可以找别人去拱拔 七号牙不是可以拱拔吗 所以你说其实好人的理由是 七号牙让蛊惑师跳 跳起来 然后去讲解 没有特别能理解 然后 我觉得七号牙不是梦严 就是蛊惑师 然后因为 他赛前拿完牌之后 他的那个反馈 让我觉得他 好像对那个底牌上的那个字 好像不是经常能看见一样 因为他看了看了两遍 这是我领牌的 然后八号牙 我不是特别想占你 实话实说 当然紧张 我不会占得比较死 我会给你一轮发言的机会 不想占你的原因是 我不懂你为何对我有那么大的防范心理 什么叫我不占你 就是狼 我又不是百分百占对边 对吧 我没有那么强 然后以及 就你的防守动作有点过于多了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二的话 我没听出来哪里不是 我没听出来哪里不是 然后这是我颈上 其实会偏占二的原因多一点点 然后我觉得十二不像狼 我觉得十二不像狼 然后我觉得一不像狼 这都排的占边 我也不会说 因为我听一号人家像好人 所以八号人家就是云言家什么 我觉得这个面纱 这个桌子上 我觉得可以盘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比重 没有那么大 不像网纱 然后十一又没太听出来 十一号我没太听出来 然后我给了前这位 发过言的身份 我觉得一跟十二都像好人 二把紧上的话 我觉得二号玩家 可能比像一点点 所以五号玩家 结果可能是八的同伴 然后我觉得四号玩家是 梦魇或者蛊惑师 这是我盘的 然后紧下来排 等会儿就看你们票情 爸爸 然后我是好人 过了 所有紧上玩家 发言结束 退出玩家庭 你也等 人在紧上的玩家 有一号 二号 五号 八号 请警下四名玩家 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警下 三四九十军投给八号 八号玩家 当现警长 昨夜 平安夜 请八号警长 请在警左紧发言 七号玩家 请发言 我觉得 六号像好人 五号是狼 八号是狼 二是预言 二是预言 三是金水 一号 一号说实话也不是很像狼 那警下投给八的这几个人 那就 因为首先三号是反水的 对吧 三号是反水的 然后 四号 九号 十号里面 那肯定有狼 警上五号那个发言 就一定是狼了 因为二和八的发言 我觉得 这东西怎么说 你也没法说谁发言不好 你只能说从习惯上来讲 我觉得二号发言 验了三是金水 那个嫌弃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就去跟二号斩鞭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发言三号一定不会给你投票 就是你拿原家 你这么对话三号 三号怎么可能给你投票 我二三号我也不给你投 那你 你不又是拿个原家 就不想让别人给你站边吗 你说 因为二号的原话说了 他验了三 是个好人 他好像挺悲伤的 对吧 那你就不希望三号是好人吗 那三号不给你投票 那不也不是三号的问题吗 所以我 但是因为我认为二号底牌是原家 所以我跟二号站边 我今天会出八号 那前之位五六的发言 我就认五号是狼六号是好人 其他的没什么 六号说我不是 那个蛊惑师 就是梦魇 那这东西 也不影响你站边 因为蛊惑师和梦魇 那不就是好人和狼吗 对吧 那其他没什么 有梦魇 有梦魇的话 那就另说了 我得别跳 对吧 身份就不用跳了 那今天我会 我自己会出八 你们自己 其他的人就聊了 我希望二号原家能好好发言 其他没有过 我这一堆花 谢谢谢谢这个 这个是这个萨武送的花 谢谢 先谢谢萨武 对的还有 然后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花是 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哥尔送的 然后他是住 这个小和的生生快乐的 谢谢哥尔的这个花 然后这个我还没看到 你别把我给收 让我看一下这个 谢谢那个车车的这个花 谢谢车车的 这个这两个是给我的 塞尔和车车是给我的 然后哥那个是给小和的 谢谢 谢谢大家的花 太贵重了 破费破费了 7号玩家收到 四夕的头十六言 预祝第十季 大师赛圆满成功 观看人数破20万 也祝歪哥身体健康 直播事业蒸蒸日上 谢谢 然后收到车车的 送花留言 预祝京城大师赛 第十季 人气高涨 萌萌充十万 祝小宝贝 核桃生日快乐 无忧无虑 快乐成长 谢谢 425的送花留言 希望歪哥天天开心 大师赛越来越好 然后还有哥尔的送花留言 少年初长成 自在恰如风 眼底有星河 笑里有清风 祝小核桃生日快乐 谢谢 感谢 破碎了 谢谢 6号玩家请发言 今天好像是 那个核桃的生日 先祝核桃生日快乐 然后我是觉得 那个麻烦 对面刚才投票的那些人 都可以打我是狼了 都可以打我是狼了 对吧 因为我看了票行 我就很难觉得 我是站坐边的那个 至少在这个位置 我没有听到 28更新发言之前 我先把我的边给立下来 然后我井上点 七号玩家身份的原因是 是说给那个 如果他是梦眼的话 我是说给那个 古惑师听的 因为如果你是古惑师的话 你需要多留一个心眼 七号玩家有可能是梦眼 所以这是为什么 要去聊一下 七号玩家身份的原因 然后我觉得五七 有可能会是两个 虽然七号玩家 跟我站的是同样的边 因为七号玩家 我很难想象 那个五七 七是好人 五号玩家是狼 五号玩家井上去宝七 虽然我这么打七 好像就是有点 有点有点鲁莽了一点点 但是我在这个位置 先之为我们聊的东西 其实跟井上井下 多了一轮票行 和多了一个七号玩家发言 能更新的东西并不多 但是呢 秉承我是好人的一致 我点一下四号玩家 五号玩家 七号玩家 八号玩家 九号玩家 好吧 没有想点你十号玩家 没有想点你十号玩家 就是单纯没有想点 就单纯没有想点你 好不好 然后这是我点的坑位 这是我站面二号玩家 是我点的坑位 然后我等会儿听 因为我现在 其实你要跟我 用什么很硬的逻辑 来告诉大家 信任 首先信任我是个好人 很难 就第一 第二 以及信任 我站队的边 这也很难 因为我自己都不能说 百分百确定 我只能说票行 发言 然后我的对比下来 我是觉得在我这个位置 没有听到二跟八 新一轮发言之前 我站面的是二 也许我听到了二跟八 发言之后 我说不定也会改 这是说不定的 但是我是建议 你们四号玩家 五号玩家 八号玩家 九号玩家 你们那边 任何想要去站边吧的人 都可以攻击我手狼了 然后给的建议是攻击 二六七三个 七号牙现在站的是二的边 然后你们外面去塞塞一个 可能你们坑位 还是比较好打的 然后我觉得一号牙 应该能听出来 我是好人 没什么 然后就这样过了 没转 是这样 我不会打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是站错的 因为我确实 我觉得我站对了 我其实讲二号的发言内容上 我不知道有很难理解 就是我们只是两周不见 我们不是两年没见 我们两周没有见一个人 他能够在两周的情况下 对三号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吗 他要三号站他的边 愿意用一手诗来哄着他 说你来站我边 我不信 这是在人性上的较多 那二号玩家在对三的那首诗里 我觉得就是要骗三 我觉得你站对了 你不用那个 因为你们现在可以都在都在打 我跟八号是双狼嘛 对吧 你们大多数情况下会认为 我在给八号打山洞 但我其实不用说太多 因为荣耀是这样的 我站你的边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预言家 这跟你发言好坏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现在你一会的发言 是你不能靠我去帮你号票赢这个游戏 你要靠你自己的发言足够好 让别人站你边 所以这这局游戏你拿到这张牌 跟二号玩家在对跳的那一刻起 六号玩家 你我也跟你说一下 这句话你一定要听完才能走 这局游戏我觉得是八号玩家的考试 你自己要不要站边八跟我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七号玩家打我五是一个狼 在我在井上 我是一个好人 看七号玩家上来上井第一个发言状态下 我前保了一下 他直接打我是狼 那在井下的逻辑里 他打了六是 他说六是好人 我五是一张狼 那六在前之为 打了我五是狼的情况下 他也同样打了七 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我不知道七号玩家打我是狼的原因是什么 我有可能保错七 但我觉得七应该不会打错我 所以我在这我大概率会觉得七可能是一个狼 好吧 所以我也不会去过多的说聊站边二八的 我就投我自己的票好吧 我也不想让我看上去特别像一个在煽动的狼 过了 其实发言的话 我觉得二跟八发言都挺好的 我其实王宝的跳预言家 我一般都是挑刺型心态在看 这个我确实在承认 但是我认为他今天后这的发言 我自己是觉得挺好的 可是八跳的时候 我觉得八也挺像的 所以我听完二八的发言 我是没有分太亲的 可是我井上认为五号玩家像好人 五号玩家给我一通剖析二号玩家的发言 我觉得说的句句在理 无论是从心态还是逻辑 所以我当时会觉得他是好人 我会想参考五号玩家 他想要站边这张二 想要站边这张八 然后而且井上我觉得六号玩家像狼 六号玩家在那个位置认八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 但是他却认一是个好人 可是八号玩家是在前之位去给一号玩家发精水的 所以他认八是个狼 但是却保下一的话 我觉得六的那个发言不太好 可是五号玩家这轮又觉得六像好人了 所以我现在挺迷惑的 因为我觉得七也像好人 我觉得七几下发言也像好人 所以我现在对于我的站边 那我就发现我好像不太能去根据这几张牌来站边 因为我分不清他们的身份 真没分清 所以我这轮会再认真听二号跟八号的发言 好吧 就没有了 我会仔细仔细认真认真的去听 过了 谢谢下雨的这个花 我很喜欢白玫瑰 很好看 你的白玫瑰小姐 谢谢 四号收到下雨的声音送花并留言 文能裸点四郎 武能冲锋汗跳 今天萌萌努力 明天就做七号 这个住院有一点夸张 昨天想做起眼睛已经成这样了 这个就不用讲 但是花很漂亮 谢谢宝贝 三号我先请发言 但其实我认为八的发言是有瑕疵的 我没有觉得八发言到一百分的地步 因为他说他留九四的景辉流 但他对六的定义是 六号玩家你不占我边你就是狼 那为什么你不 你不说九号玩家你不给我上票就是狼呢 你九的景辉流 你对六和九这两张牌 因为你想验的是一六九这三张牌 那我认为六和九在你心里可能是差不多的地位 他们如果不占你边 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是狼 但你对六和九的定义是六号玩家 你不占我边你就是狼 但九你是留第一景会留 所以我当时没有觉得你的发言特别好 但因为你是井上 上井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你井上给一发的张金水 我听一的发言 没觉得他特别像跟你两张狼人牌 那你的冤家没有上去了 邪我井上没觉得六是个狼 虽然六号玩家你要占二的边 因为六的发言是说 他说七象不是个梦魇 就是个那个蛊惑师 我认为你如果是要狼人牌 你可以晚上去给 那你是狼 你不可能点他是个梦魇了吗 你是狼你只要晚上去给狼 对我传递信息 说你觉得七是个蛊惑师就行了 没必要在白天去传递这个信息 所以我没有觉得你六号玩家是个狼 二号玩家是这样子 因为你跟我说 你如果是预言家 我是好人 我们的失败率是100% 那我怎么想 我如果站你边 我们也没法赢 那我就只能 他跟我说 他是预言家 我是好人 我们俩今天就是把输 那我只能去先给巴上一票 看看还有没有赢的可能 我去看看有没有赢的可能 但是你不要放弃 如果你是预言家 反正我肯定是个好人 如果你是那预言家 你看看上一把 我们好人都怎么样了 最后不还是赢吗 你不要放弃 就是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是预言家 别说100% 你要跟我说100% 我就今天只能跟着巴头了 但是因为前这位五号玩家 我认为景下的发言没有景上好 因为景下你又说60个好人 然后你也不点7 因为你想站8的边 你说60个好人 7人家是起来号票 想站2的边 他说20预言家 你也不打7 你就说哎呀 6号玩家你站错边了 80个预言家 包括考试了 我觉得5的发言 让我觉得有点亏贼 然后4号玩家 因为他说他也有点 没有办法通过5、6、7的发言 去站边 所以我觉得4可能 跟我的感受会相近一点 所以我还是得去听 2、8的发言机 后主委其他牌的发言 我上号什么牌 借用Camp老师的一首话 你们再也听不到 如此好听的声音了 别有 说不懂 就是你稍微听一下发言 我说的是 我跟你同身份 你反水的情况下 我们的失败概率是100% 就是我跟你同身份 我是预言家 你没站我的边 输的概率是100% 不是我跟你同身份 输的概率是100% 而且你是我的已知身份 你诚如你听一下我 因为这个场上有4个人 是狼人 他们是带着已知身份 在这边发言的 5号玩家他说了 他说我只要听8的发言 他就是他就是预言家 他就后面就不用跳了 他所有的发言都是站在 他是8的同班的情况下 他丝毫没有考虑过什么 我练宗不练宗 和练宗有什么关系 你是我的精髓 我是一个愿家 我这次想尽力的 让你站对边 有哪里不对 我井上说的哪一句话 是哪里说的不好 那你们的意思就是 我的同班是7号玩家 一个人 我为什么那么难过的 点是什么 那永远不可能是 因为我现在 愿家发完言之后 除了7号玩家 没有一个人说 我是愿家 而且要7号玩家 说我发言很差 我不知道我发言 差在哪里 我都跟你淫湿了 你都说我不是愿家 第一天他赢完诗 地球上人都说他是愿家 无所谓 就是赢诗的对象不一样 他赢的是在水一方 我赢的是苗条许姐 我这首大家都是诗 那么你告诉我 你找到的狼是谁 你可以找不到愿家 你找狼 你说6不是狼 你也没听出 4也不是狼 那我的狼同班就 怎么着 当我拿狼的时候 狼同班就两个 2号7号 对不对 井上12号说 今天就外搂起2号 你现在你们站边的是 8号玩家 一又是好人 而且你们你的发言 因为你是我的精髓 你发出来的言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你说在这个桌上 往后面丢精髓 力度很高 我们把把什么 点对点 给愿家丢查杀 你大家也不是 没有认这个东西吗 我再说句 南京念的 他都他都已经起跳了 必须狼队有一个人 告诉他 我应该怎么玩 怎么玩 那到不到愿家 就自爆就好了呀 关键性一个问题 陈如6号玩家说的 你是好人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没有别的意思 他可以是倒沟的梦魇 他说比如说 7号玩家是梦魇 他跟古获失所 古获失晚上起来 就打妹 他是梦魇 就打妹 上厕所了 知道吗 我出局的时候 就是 啪啪啪 三连孔 然后 今天的大师赛 提早结束 回去樱桃布丁直播 今天他在 哎呀王宝宝 真菜 就我一个人站在对面 还是狼 不就这个意思吗 对吧 因为你是好人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他可以是倒沟 我们听 你们试想一下 你们听5号玩家的发言 对吧 他第一排拿的是猎人 我是猎人 我们试想 有一个人会在 首先一个问题 他发言不是铁好人 对吧 他怎么可能一个x身份 去跳一个古获失去站边呢 然后跳完之后 说自己不是古获失 对吧 然后他跟8号玩家说 哎呦 语中心上说 哎呦 我不能帮你号票了 你要靠自己 那你景商和景夏都在干嘛呢 对不对 不要羡慕别人有恋宗 你也可以搞 好吧 但是你需要导演和演员 都不够 好 别的没有了 我是原家 投一下8号 这只有我力所能及的了 如果实在只有7号玩家 一个人站在对面 我会反省 至于景商的1号玩家的身份 我已经说了 我先验他 后再验他 现在好像 因为我没听过 后志伟的发言的情况下 好像他的狼坑是不是很够 如果我出局的话 我再报一遍 就是我希望3号玩家能够回头 谢谢阿云和Mitchell的投石 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 我是原家 投下8号 尽力了 过了 所以你说 你说我的浪坑 不在8的团队里面 那8的团队是谁呢 你又没点 你的翻全是心态 肯定不能沾耳边 我是女巫啊 我沾边巴 银水藏在一首诗里面 水光眼脸情方好 山色空蒙 雨一齐 雨一齐 所以3号玩家是 3号玩家是银水 我念这首诗 不是为了一定要念诗 而是要跟2号玩家说 一定不是诗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诗没有问题 是念诗的人出了问题 所以3号玩家 你坚定你的战鞭 3你是我的饮水 我是女巫 我就站边巴 我听前面5号玩家 钢铁好人 因为井上5号玩家 打2号玩家的点 是一点都没问题 我是完全听得懂 所以我认为5是好人 盘2的囊坑 就只能把歪格盘进去了 我认为7号玩家 是没有理由站边2的 我认为这个 就乘入5号玩家所说 我觉得好人 应该都能站队 2号玩家边 强入7号玩家 因为我认为 7号玩家 就这样子 他跟我想的不一样 因为他肯定是比我厉害的 所以他站边2 我就认为他一定是了 所以27我找到两个 我觉得前之位 3是我的饮水 我觉得3没有自刀 然后5是好人 我觉得6也偏好 虽然他要站边2 但是6认我是好人 他要听我的意思 所以我认为6也像好人 4可能就是排排坑 4就是那个 因为4警下的发言 他是有点画圈的 他听完之后 其实我又要说时间线了 就是4号 他是警下投票给8的 但是他在发言的时候 他却说 他没听出来228谁是那个狼 谁是预演家 所以就是 你首先你警下如果要说 没听出来的话 那警上的投票的心路历程 你要聊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前面有狼的坑位 可能是247啊 可能 然后外之位再开一个吧 如果我的狼坑是这样的 我没觉得五六是狼 所以后面我才听一听吧 我是女巫啊 我就站边8号 然后守卫守一下我 我也不怕梦魇 孔我 总归你守我 我下一轮还能开赌吗 我站边8啊 三号玩家就坚持自己站边就好过 我失去了方向 因为我是比较痴情绪和状态的一位玩家 但是大家也太低落了吧 我每个人都看不到脸上的笑容 我谁的发言我都听不懂 我只能说二号玩家的发言 充满了那种你的风格 但是逻辑我是没有听到的 首先投票的人 348 3490 你一张牌不点 你听完了34 你觉得里面有没有狼吗 毕竟他们是投给8的 你不点 然后呢 你说七号玩家是倒钩 我就问一下这个狼的战术是啥呢 3490里面有狼吗 猛猛冲锋 然后七号玩家呢倒钩你 六号玩家呢 站边了你 但是又去打了7 然后五号玩家保了7呢 七号玩家又打了5 这几个人排的关系 你一个都不分析 然后你告诉我 你一定是像预言家 我去哪里找你呢 我去哪里找你 我找不到 这个我也失去了方向呀 我现在怎么判断 把我玩家是不是呢 我看你长得就像预言家 我直接就这么占你 好吧 前面也没给我把逻辑 我直接占你 一首诗我送给你 女为悦记者荣 好吧 我为什么这么女 就是因为你叫荣耀 好吧 真是无语 真是无语 那个就是说 三四里我没有听到 一定有狼 然后我再听听90里 如果也没有 那不就是直接战巴 不就这么点事吗 是是这个吧 因为六号玩家的发言 好像是有人保你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点在哪 如果你是个好人 你的发言应该是 那么井下的人 你们就给我拍身份 你们凭什么战边这个八 但你的发言是 井下的人 你们现在就可以打我狮狼了 我认为天生比别人矮一点 我不知道是为何 为何 但是你的发言是 我没有确定我一定站队 所以你发这个言 我一半接受 一半不接受 我们协讨论着 协讨论着 坑位可能不太一定有六 咱们就是说先战巴 然后你可以打 打二 打七 是吧 只有这两 六年 竟然还打不了 四塞的也为是上早 那我后面可能还铲呢 你再听听吧 好吧 先这么张 先战巴 过来 床前明月光 以后大师赛不搞两本 不读两首诗是来不了了 我觉得 普通的梗已经用不上了 回去我周末的时候学习一下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能跟得上大家的脚步 好吧 我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我的心路历程 紧上呢 我只听到了八发言 我觉得荣耀跳的挺好的 然后我听到了二号玩家发言 就是诚如十二号玩家所说 完全是他的风格 该有的什么样 嘲讽有了 这个是非常到位的 唯一打动人的就是他的对三号玩家的一系列的攻击 达到了他平时摸预言家即将要爆发以及没有爆发之内的那个点 但是锦下的二号玩家没点狼 就还是跟反水平时讲的一样 就是他发言的时候他又 小黑你下次如果你 不知道 就是他还是不知道 十二也没有打到 五也没有打死 因为五号玩家是超级无敌 战边 八的嘛 但是他有打到你 打是打了 就是嗯 就是他不像别人 我是冤家 然后我觉得谁谁谁 他就说那他的坑位不是只有二七了吗 所以这个点上我是不太能占他的 然后一跳了个女 我是好人呢 别的位置 别的位置也先不点了 因为我也没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 我没觉得我个人讲一下 我是觉得锦下的发言 在我没听过八发言之前 我觉得二号玩家没有点坑 八更像 但是我没觉得五号玩家像好人 因为你锦上 跳了古惑诗 然后又没跳那个是蛮起 其实这个身份 当然我不是 但如果是我是 我肯定也不会跳 反正他能找到我 那是他 敏的好 他我跳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不对 他总有办法让我开不出来 这个技能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操作是好的 但我编 肯定还是要自己站吧 我就这么 站一下八号玩家 好吗 其他的你们就发发言 我再听一下八号玩家点的坑 过了 为什么要给八号玩家 那么大的压力啊 人家只是一张银 压大了 你看就没 没开呢 坐关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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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让呀 坐着关了 我站边八号玩家 我是那个勾引人的那个 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就是勾引人 我站边那个八 我主要是想跟 PS老师对话一下 因为 因为七号玩家是狼人 所以 我觉得我藏不过他的眼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共享我的身份 因为一不是女巫吗 我是那个 哎 OK 然后 因为八号玩家发完言 是不可能不站边八号玩家的 八号玩家的发言 就是一百分元家发言 小黑景上都把二号玩家点爆了 二号玩家还是要跳 二号玩家 景下的发言是这样的 他说 哎呀 我跟三号玩家对一下话 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我们俩同身份 你反水的时候 我的胜率是百分百 翻译过来 就是这把咱们俩不同身份 这把我是狼 你是好人 他就是这么说的 那个 六号玩家 是因为七号玩家是狼 六号玩家虽然跟我站边不一样 但是六号玩家跟七号玩家的定义是 你七号玩家不是梦魇 就是那个 博博姐吗 就是差不多 就是那个意思 但因为我的底牌是这个 我觉得如果你跟他是双狼 你不太会这么压缩他 然后你看 一也不在六号玩家点狼坑里 十也不在点狼坑里 我们两个都是大身份 你考虑一下站边 可以吧 然后我本身是觉得 二七是两个狼 五六里面开个狼 四九里面开一个倒沟梦魇 因为锦下四张牌嘛 三是个饮水 反水的好人 那我就认为四九里面是要开朗的 所以我目前为止想给八号玩家留的 锦魇留是四号玩家 因为没有听过九号玩家发言嘛 而且四也在那边坑位里 因为 五号玩家 很难讲 我定不准五号玩家的身份 但是如果女巫 铁饱了五号玩家是好人的话 我个人觉得六号玩 就是要在五六里面 我觉得有可能是五七双狼 我一开始这么想的 但是如果女巫铁饱了五的话 那十一号玩家有可能就要进坑了 因为锦上听十二十号人 十二号直接说 我就站边你这个八 你长得就像 外之位你二号玩家就直接出局 然后 我今天会投二 如果投不死这个二 我晚上就射他 然后 七号玩家是 冲锋啊 哥 打起冲锋来了 那七号玩家的底牌 冲锋梦言 我觉得不是很像吧 我觉得七可能是小狼 我觉得四九里面 可能要开那个 倒锅梦言 是我之所以不觉得四九 他们俩都是狼 是因为锦下只有四张牌 他们俩都是狼 起码给队友一个评票PK 我是这么觉得 而且听四号玩家的发言 不是特别好 好吧 我是 我怀疑的位置在四五九十一 我定二七十两个 我一定战免八号玩家 荣耀 你这一把给七 漏了他 把他漏了 他天天还漏别人呢 小阿K 有没有机会在手 你看二都不说七十好人 二说七十道高 反正女巫和射梦都跳出来了 不外面还有个守卫吗 你们找呗 就是当然了也可以 如果二号玩家出局了 我就射七 所以女巫的毒不要跟我挤到一块去了 好吧 我就我就这个意思 别的就没有了 我觉得六号玩家 还可以啊 我我目前给你留的警惠六十四号玩家 如果你没有验到人 你就把你死了 你就把警惠给我 如果你验到四十金水就给他 四十叉叉就给一 好吧 因为有梦言嘛 你要没验到人就给我 我过了 十号十一号 一起收到王某某的头饰留言 凡水老公赠凡水和闺蜜 九号大家请发言 谢谢柔柔骑士和滔心甘甘的头饰 然后还谢谢花 花一会儿 现在 谢谢这个花 但不知道是谁的 好像鹅的 谢谢鹅的花 应该有头饰 谢谢 我站边巴 我不是倒勾老孟言子 我不是 老人那就是 二四五七 十一是容错呗 我个人的建议 因为我是井下的好人牌 我的视角可能就比较锁定 四直接是 这么说是比较好 四有没有可能是好人 但四是好人的话 井上五十一就开双狼了 我井下听十一发言还可以 所以我认为四可能就锁在坑里了 我觉得就是二四五七可能 容错是十一 我觉得可以厌五 你看着厌吧 四五里厌吧 那个就是你井辉留要留好 然后还有就是像他说的那个古惑师和女巫要安排好工作 头二嘛 头二票现在应该够了吧 六的票 在吗 应该在吧 我觉得应该是 主要是 六为什么现在站边 二所有人都还留宝了 这个我没有懂 我好像是 我想了想 因为六几下发言是打同时打五跟七的 如果发言到我这个位置 把狼坑锁在二四五七的话 六确实没有位置 就是今天如果二出了十就两射射七嘛 然后八你就定定向的留一个井辉留 比如说你就去验五 如果你被梦了 你的井辉 你就飞给女巫金水 如果你验出五是茶沙 你就飞给古惑师 这么留就行了 就类似的你懂 懂我意思吧 嗯就你把工作安排好就行了 然后女巫跳出来了 那守卫就定向守女巫就行了 保证她的毒能洒出来嘛 然后就行了呀 我觉得别的也没啥 就把工作安排好就行了 啊就是呃 我不至于是个倒勾梦魇 在这给他安排工作吧 其实确实是没有必要了 啊 然后而且我也觉得一号玩家上一把 也不全怪一号玩家 因为我也有点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位置如果 呃爆出来一是学的一的话 有可能狼队更容易认下我 但我当时觉得五号肯定认下我了 就没报 而所以我就觉得一号玩家上把 既然有这么一个小乌龙 八号这轮去骗一就不太像 啊 我井上听一像好人 那井下一又跳了女巫 所以我觉得一应该是冤家 那反正我不知道这四坑位 对不对 你就看着验吧 我的建议是五十一开验 因为我的视角其实跟古惑师差不多 我觉得井下开不出两个狼来 薛 徐姐 井上我觉得二跟你的对话就不太像狼 你又反水了 我就认为你一定是好人 我自己的底牌是好人 我认为四十只产一张狼牌 所以当时如果能把六保下来的话 五十一里就还产一张嘛 所以坑位就锁得很 二七是两个 那其实十二确实井上 井下都不太能是狼人 我觉得 那么就坑位就这么点呗 那你看着验 你就把工作安排好 就就行了 我过了 九号玩家 收到鹅的送花并留言 恭喜大师赛第十季顺利开播 希望牛肉嘎嘎玩家开心 少坐牢 八号玩家 井贵留验九啊 然后如果晚上我没验人 没验到人被恐了的话 我井贵就飞给三 如果九十精水飞给九 九十茶沙就飞给一 够清晰了吧 为什么验九 因为九让我验五 五是我听的挺好人 因为五号为什么是好人 最关键的点是二号 五号发言是接到二号之后的 二号的表情本来很轻松 在五号的一字一句中 慢慢的开始悲伤了 越来越悲伤 越来越悲伤 其实我想一想 二号如果他现在跟我汗跳 如果五号是他狼队友的话 没必要把狼队友去倒沟 有这么悲伤吗 我觉得五号的每一个言语 都戳在了我们二号练习生的心窝上 所以导致二号极度悲伤 所以五号这点我就保下了 四号是我认的狼 虽然你投票给我 我就验都不想验你 验也不想验你 这票我也不要 为什么 四号是狼最致命的点 是他同时保了五号和七号 这点没毛病吗 保出来这两个投给我警惠票 警下在那警下发言 高志位还敢给我同时保五七 他开口发言是五是好人 发到后面说七 又觉得七是好人 那你到底觉得五七谁是好人 五七必须开狼 没毛病吗 所以四号牌 我直接就是定死的狼人牌 六号牌我也不验你 你这票投出来 如果你投了匪票 在我出局之后 我的遗产会帮我找你 到底是好人还是狼人 如果你帮我投了狼 我觉得你的身份 在我这就是偏好的 你在我这好人面 是因为你打七 所以我觉得六 哪怕我再跟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警上 那个三号玩家 同时提出了这样 对我说什么瑕疵的诉求 因为九是警下的 六是我作为一样预言家 是警后的 他是可以发言的 我作为一张预言家 我想试他的弹性 我想从我给他的压力中 听出来 他是否去让狼人牌 或者好人牌 所以我会去对话六 而没有去对话九 但是六九都是我想验的人 所以我就去验了九 这是三号和六号 同时对我有敌意的点 我给三号和六号解释解释 因为你六号 是对七号抱有敌意的 所以六号 我也不验你 我看你怎么投票 狼坑点的是二四七 二四七 九号我觉得 他为什么我要验他 因为他让我去验五 五在我这是钢板好人 十二我保铁保 为什么 因为你锦上让我留意七 我觉得七在我视角里 是钢铁狼人 你如果跟七形成为狼队友 你让我去锦上 你知道我是一预言家 你让我去留意你的狼队友 我觉得十二也是好人 十号牌 那就根本不用说了 十号牌已经把身份亮明了 守卫去守一号牌 鼓或师把这个四给我鼓了 或者鼓七也行 把他们俩鼓着 然后我晚上去验这张九号牌 好不好 工作人员已经安排很清楚了 我验九号牌 如果我没验到人 锦会飞三 如果我验了九十茶 锦会飞一 九十精水就飞九 然后我是预言家 今天好人全部给我投二 二号还是狼的点 就是他今天没点狼 他的狼坑就是五八两张 外置卫一张狼没有 别的也没啥了 然后三号牌 我觉得你是好人 因为我觉得二号对你 是跟你应该不认识 你本轮的发言也还行 而且你是女巫饮水 所以说狼坑就是二四七 外置卫去验一张九 然后容错十张十一吧 就这么点一点 五号牌 我觉得真是好人 真是好人 然后今天投下二吧 我就过了 八号玩家收到小蚊子嗡嗡的投石留言 好弟弟弟实际大赛加油 冲冲冲 8号警长归票2号 请玩家叫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321请投票 2号4号7号投给8号 请所有玩家投给2号 2号玩家出局请留言 你不会以为自己投对了吧 我很开心 那个4号玩家能够去投一下8号 但是也是8号 我个人是觉得8号玩家对你好嘛 因为你总不见得 轮轮我是预言家 狼说你是狼 你还是投我 所以这个1号的发言 就是你是女巫的话 就很能理解 因为你全部的发言 我听出来了就是你听5号玩家是好人 那我先告诉你一个问题 下一星期5号玩家不一定来 你怎么办不玩 首先你听不懂5号玩家的身份 因为他是狼 然后是6号玩家说 7号玩家可能是倒沟的梦言 我再跟6号玩家解释 我从来没有说过7号玩家是倒沟 后面一圈人 全部都在掰我的发言 我很仔细的听了大家的发言 就是1号说 我听5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5号玩家站边 8号我不考虑 甚至跳身份 对吧 因为在狼狼沙里面 你是100%的情况下 你才能敢去跳身份 12号玩家的发言就 那没办法 我输在颜值嘛 因为你那一票 除非我哪天比8号长得帅 要不然你那一票是回不了头的 11号的发言是什么 我已经忘却了 着重听一下 又是波波狼 又是波波狼 你投完我之后 每次都跟我波波 10号的身份 他说7号玩家是狼 所以你跳古获师 你说 那你跟5号玩家是合 你没 你跳古获师是打到五级双狼 那你是古获师 但是古获师 你说守卫又要守你 又要守这个战组队的女巫 我认为70好人 其实武士狼和七十狼 现在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吧 然后9号玩家 我点的狼坑是5号 因为6是好人 我认为7是好人 因为我现在如果7是狼就没法玩 因为5期你们不可能都推了 因为我觉得7是好人 然后5是狼 8是狼 9是狼 因为9战组队的可能性 肯定要高于 就是低于任何玩家 还有一个狼是那个11 12里面 那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那就这样吧 然后我是语言家 然后我第一天验了 那个3号是精髓 我先说好 那个 因为还 因为现在是有 除了7号以外 还有4号 是投对票的 等会就找自己的原因就可以了 因为我 你们的发言说我不是冤家的 我在我能力范围内 已经全部跟你解释过了 所以你们的告诉我的发言 我也没办法跟你们解释 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的固 二号玩家 语言结束 请回费带航空剧 天机请进 速简直播剧 咱是 involved戏 后恐irst抿航空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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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看 我们看 那就交牌 没了 因为把梦魇毒了 所以我们就交牌了 因为没得打了 我想了想 确实没得打了 因为梦了女巫 她不开毒 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梦魇勾到死了 已经 但是把我们梦魇毒了 我们就没得打 因为8号是我们砍的 并且8号已经给了9号金水了 我们就没有扛退位了 就交牌了 对 就只能梦女巫 明天再梦她了 因为她是第二次 才能发动性的 无所谓 她两天我才死啊 被她死了 她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对 我第一天来都要砍三 我可以死 我和嫂都可以死的 我们 十跳真的 9这个拍摄挺好的 然后你也是好人 你也是好人 你也是好人 好人踩墙 他跟我的视野一模一样 而且那个谁 她妈的主任发动机都是强 没事没事 没事聊 蛤蜊蜊 蛤蜊蜊 他们三个人都能追同次 蛤蜊蜊蜊 蛤蜊蜊蜊 你再说不做我那也是 蛤蜊蜊蜊蜊 蛤蜊蜊蜊蜊 蛤蜊蜊蜊蜊蜊 好来给大家赋一下盘 听了一下狼队的交牌理由啊 本球戏狼队阵营选择交牌好人阵营获胜 本球戏狼人为2号4号7号11号 11号为梦也 守卫为3号 古获师为10号 预言家为8号女巫为1号 5 6 9 12为4张平民牌 11号梦也守夜选择空梦 3号守卫守护10号 古获师 狼队阵营 古获师没有选择发动技能 狼队阵营击杀3号守卫 1号女巫选择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8号预言家 查验1号为好人身份 警商竞选环节 8号真预言家当选警长 第一天白天 2号汉跳狼被攻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11号梦也 在思考之后恐惧10号古获师 3号守卫守护1号女巫 狼队阵营击杀8号预言家 8号预言家查验9号为好人身份 1号女巫开读11号梦也 由于第二天起身 盗工梦也被读 狼队阵营没有什么生存空间 第一天冲票局势太明显了 所以狼队阵营选择交牌 本局游戏好人阵营获得胜利 让外哥你聊一会儿吧 然后有礼物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板子还比较好玩的 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些 小小的平衡向改动了 然后我们可能 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今天结束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板子稍微研究研究 然后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板子的话 要么加强狼队 狼队不单要有个梦言 还得有个什么狼枪这种会比较好 就是对对对 你只能这样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我们可以再测一测 我们可以再试一试 好吧 对对或者就是削弱好人 就把好人 好人追轮次的身份有三个 又有守卫能够追轮次 女巫也能追轮次 然后然后这个 对对对 都都能追轮次 所以狼人我们可以加一个狼枪 可以加一个狼枪 我们之后可以试一试 梦言加狼枪 可能会好玩点 试一试 也没关系 我们我们尝试尝试 因为我们你说我们第三排 如果不加了新版 我们永远找大哥 大家看着也没意思 对不对 而这是弹底章的法 对 对我们我们加个 我们下一次其实可以 就是我们一直狼枪 传统意义上都是 只有一个大狼 我们下次可以加个狼枪试一试 或者说我们可以加个什么 我们很久没玩过白狼王 这种 大家 大家那个 你比如你加个白狼王 加白狼王就不会出现 就是神牌跳在打这种 有挤压狼人空间那种 对下次可以梦魇 加白狼王 或者说 或者说不要梦魇 要白狼王加狼枪也都可以 然后有狼枪可以增加你战边的压力 有白狼王 至少好人不能跳身份带节奏 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官方 我们会再平衡一下的 我们今天也是尝试一下换一下新版 我们会慢慢的正好 我们三天表演赛 我们三天表演赛 把这个板子定下来 我们给他搞平衡了 就好处了 之后我们正赛就会比较好玩了 谢谢之前的卢卡斯 还有妮可送的等于一号 然后今天就不加一句 因为已经也11点多了 然后我们让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今天也是表演赛 好吧 很多嘉宾 我们好多人都是刚刚回来 参加大赛赛 然后接下来让他们总结一下 好